把猪肉放酱油中泡三天 这才是猪肉最好吃的做法 这是一道即将失传的经典老菜 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更没有吃过 首先家里没有吃完的味鸡鲜或者生车 不要一时冲动都到了 都说冲动是魔鬼 碗中放两大勺生车 一勺味鸡鲜酱油 少许老抽 一块老冰糖 两个八角 一小段桂皮 两片香叶 四个白克 少许干花椒 几个干辣椒 老生姜来几片 然后倒入锅中 把料水煮开 再用小火煮五分钟 倒入碗中冷却备用 今天花了四十块钱 买了四斤梅花肉 肥瘦相间 口感比较好 当然五花肉或者其他部位的肉都可以 然后加少许酱香性的高度白酒 把肉的表面都用白酒洗一遍 不要用水洗 用水洗之后 猪肉很容易自身弑菌 也很容易变质 白酒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而且吃起来特别的香 洗好的肉放入盆中 再倒入放凉的料汁 用手给它铺均匀压实 再放一个盘子压住 保证每一块肉都浸泡在料汁中 然后封上保鲜膜 放冰箱冷藏两天 两天后再给它翻个面 这样能使肉更好的入味 然后再封好冷藏一天 三天之后就可以取出来进行晾晒 看看这时候是不是很有食欲 给它打眼 穿绳 就可以晾晒了 这个料汁呢可以加盐 重复使用两次 这是晒一天的效果 这个呢是晒了三天的效果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放上葱姜 上锅蒸30分钟 时间到了 哇满屋子都是虾味 我忍不住蒸流口水 还是来一块吧 吃起来肥压不腻 肥瘦相间 喜欢的收藏保存吧